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汪涵、杨乐乐发文宣布离婚 男方长期婚内出轨 不雅招曝光 儿子由女方抚养 汪涵净身出户 汪涵是国内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这些年他主持了不少节目 也是大小晚会上的常客 早年汪涵给大家的印象是儒雅有智慧的 但近些年汪涵却是多次搬车 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路人员也是因此差了不少 最近汪涵在节目 云上的小店中的一句话 引起了争议 在节目中 汪涵和杨迪要去给村民送东西 当时外面是阴雨天气 节目组就拿了一把透明伞 给汪涵和杨迪 刚拿到伞 汪涵就不乐意了 开始吐槽 汪涵说道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伞 我有的时候 宁愿淋雨也不会打这种伞 随后他又吐槽道 就是太娘了 在之后送东西的途中 汪涵也没有撑起这把伞 而是把这把伞拿在手中 一旁的杨迪 则是撑着伞往前走 看得出来 汪涵真的很嫌弃这把伞 节目播出之后 汪涵的行为引起了争议 网友们都在吐槽汪涵 有人称汪涵位太重 有人称汪涵装得太过了 他这样为了一把伞 默默唧唧唧唧歪歪的行为 也并不阳刚 更多网友拿出何炯曾经的发言 指出汪涵不尊重女性 何炯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觉得非常好 这句话就是 娘什么时候会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汪涵还曾因为天天向上中的一些言论 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比如汪涵曾在一期节目里面表示 自己觉得女孩子才会喝奶茶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大张伟和王一博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汪涵紧接着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直言自己几乎不喝奶茶 还说道 我觉得所有带吸管喝的东西 都是女孩子喝的 汪涵说完这句话之后 一旁气微的表情可以说是相当精彩 他的表情中有震惊 也有无奈 还有不解 这还没完 汪涵说完之后 一旁前锋顺势接过话茶 反驳汪涵说 许多男孩子也喝 然后做出进一步解释 问大家 是不是他的这个动作有点 那如果我们把粗管做粗一点呢 这么粗 前锋一边说 一边用手做笔画 前锋的动作和表情都有点让人不适 尤其是结合他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来看 这种不适感更强了 最后还是大张伟实在看不下去了 出来原场 大张伟说 我们北京人吃包子都用吸管吸 大张伟说完之后 这个话题才算结束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汪涵被网友们吐槽老古董 思想封闭 还有网友称汪涵有歧视女性的嫌疑 还明显是在开黄枪 前锋读懂了汪涵的潜台词 所以做出了那些动作 除了多次因为发言 被指不尊重女性之外 汪涵还因为代言的事情 口碑跌了不少 他代言了谋理财金融APP 不少人都冲着汪涵的国民度和身份 使用了该APP 和该APP却涉嫌诈骗 导致37万人 共计230亿无法提现返还 受害者们投诉无门之后 在汪涵超话发帖求助 还拉出了条符 汪涵请出来还母血汗钱 因为此事 汪涵被网友们追着骂 网友称汪涵只顾自己赚钱 却不顾消费者的损失 还有网友表示 作为公众人物 代言产品的时候 就应该仔细斩酌考量 在某次直播中 汪涵也因为乱说话被骂 当时汪涵和华少 白松岩三人一起直播 当时汪涵聊到了 陪伴孩子的问题 说出了感谢疫情 让自己可以有机会 多陪伴儿子等言论 汪涵说出这句话之后 白岩松就察觉到了不对 立马出来打圆场 全有的人民的疫情就是收获 这才算是远过去 不过汪涵这样堂而皇之地 说出感谢疫情之类的话 还是激怒了网友 毕竟疫情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件非常惨痛的事情 不少家庭因为疫情支离破碎 还有网友表示 汪涵要是平时没有机会多陪孩子 就减少自己的工作 全很好生活与工作 汪涵的妻子杨乐乐的一段采访 也曾引起讨论 杨乐乐在采访中称 汪涵在生活中会抱怨 称杨乐乐是一个好妈妈 但不是一个好妻子 说完这句话之后 杨乐乐就哽咽落泪了 还自我反省 是我做的不够好 从前面汪涵的发言就可以看出 他因为工作原因 是很少陪伴家人的 杨乐乐在采访中也提到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的辛苦 孩子生病之后 也只有自己一个人 如果自己有工作的话 就只能拜托保姆 或者亲戚带孩子去看病 说到这里的时候 杨乐乐第二次哽咽 在采访中 杨乐乐更是说到 自己觉得婚姻很累 婚姻很复杂 杨乐乐这段采访曝光之后 网友们都十分心疼杨乐乐 因为独自照顾孩子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网友称 杨乐乐现在的状态 看起来都很苍老 以前她很漂亮 从采访中确实可以看出 杨乐乐眼下的黑影圈严重 磨皮滤镜也藏不住沧桑 杨乐乐也曾经是知名主持人 事业红红火火 和汪涵结婚之后 杨乐乐入眠的次数 确实是少了许多 她的重心也都移动到了家庭上 汪涵和杨乐乐的家庭模式 明显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杨乐乐会在采访中感叹哽咽 也足以看出汪涵在家庭中的付出较少 近些年 汪涵的口碑实在是跌了不少 也有不少网友拿汪涵和喝酒相比 以往会给大家对比两个人义务能力 而如今大家更多的是对比两人的情商 近些年 汪涵因为一些言论 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出争议 可见汪涵的一些发言还是有点问题的 汪涵作为公众人物 更应该谨言慎行 翻车的次数太多 口碑随之逐渐崩坏 恐怕会低位不保呀 杨乐乐还很注重开脱孩子的眼界 一放假 她就带儿子出去旅游 去欧洲 去美国 学习新事物 交新朋友 长见识 没有妈妈的悉心培养 儿子木木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成长为一个健康 优秀的好少年 而且杨乐乐第一次怀孕是流产了 为了孩子能够平安健康出生 她停掉手头所有工作 安心养胎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她自然是加倍珍惜 她会如此重视儿子木木 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值得一提的是 杨乐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围绕着柴米油盐传的家庭主妇 杨乐乐是四川师大毕业的高台生 进入湖南卫视之后 也做到了准一节的位置 不够努力 不够优秀的话 她不会有当年的成绩 虽然没有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 但杨乐乐一直在创造自己的价值 比如坚持为公益代言 这些年她出席了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 免费站台 她还在不停地学习育儿方面的知识 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 为自己充电 还不止 杨乐乐没有忘记钻研自己的事业 她去美国学习 参加红人节 忙自己 如果不与时寂静 就会被时代淘汰 她创立了自己的首饰品牌 且大多都是她自己的灵感和构思 侵入了很多的心血 优秀如杨乐乐 也终究逃不过被老公抱怨 不是一个好妻子的宿命 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照顾孩子和丈夫 她们都有独自属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王涵在抱怨杨乐乐不是好妻子时 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爸爸 好老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